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讲 来讲一下 芒果DB的服务器端脚本 其实就是JavaScript 芒果DB从2.4以后 它的服务器端 是使用JS的V8引擎 JS程序应该对这个比较熟悉 我就不斑斑弄斧了 它来解析服务器端的JS脚本 其实我们上一集 讲安全 如果同学课后 仔细阅读了 Security Checklist的话 反正其中有一节 讲这个ServerSide的Script 它在启动芒果DB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个参数 No Scripting 再把ServerSide的芒果DB 服务器脚本给禁止掉 其实我是建议你把这个禁止掉 我觉得尤其在Production上 你最好不要这么弄 但我们做研发人员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小功能 或者有一些你一些管理 或者一些数据的这些 你想处理 临时处理一下 我觉得用ServerSide的服务器端的脚本来做 很方便 但是你在产品的 真的如果你部署上去之后 这个我建议不要用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说很方便 或者说我觉得功能很强大的 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Wire这个小Mailer开始 那还是打开我们的这个 连到我们以前有的那个数据库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其实还是那个张三李四王二的那个数据 对不对 那现在我找一下 这个年龄大于21岁的吧 好不好 那以前大家都会写 就是那个age 然后你写一个greater 不好 那我们就换一种写法 我们采用这个Wire这个 Wire这个东西不得了 来 它后面可以直接写gsFunction 你这个Function里边 你就可以要多复杂写多复杂 都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写各种你需要的表达 对不对 那我这个比较简单 其实这个Wire会不会这个Function 叫返回一个boolean性 那就是说呢 如果说这个返回只是处的话 这么这个结果是你要的 这个obj就是我当前这个object 或者当前那个document 这个age大于21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说它是一条一条记录来看的 如果当前这条记录的这个年纪 比21岁大 那这个Function不就retend true了吗 那这个记录就会被采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只有王二被找到了 22岁 你可以再扩大一下20 就会多三个学生 那我们用这个Wire呢 灵活是灵活 可是呢就是说它不走所以 所以说不妥协能要用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要临时试一下 或者你要做什么操作 不用不可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们查询中很难做 比如说现在我要找 选了两门和两门以上课的同学 怎么写 因为我们用那个size来 比如说cost 然后后面dollarsize来 那只能查2 是吧 你不是说大于2 这条件就查不了了 对不对 它只能查等于2 等于3 等于1 这样的条件 那大于怎么弄 我们要先这样一下 因为这个cost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个 cost的这个数据 它可能不存在 因为这个人可能就像我们最后的 小猪同学 他没有这个课 对吧 那我们这些我GS你玩的熟的话 这个其实 很多写法了 我这随便写一个 define 如果这个你这个cost 的typeof 这个cost 如果它是没有被定义的 不是没有被定义的 而且啊 这个obj 点 点 大于1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先看一下 评错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两个条件啊 这边有一个and吗 对不对 两个这个 对吧 这是and 就是你这个条件要成立 后面这个条件也要成立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 courses 对不对 那这个课程是一个 这个array 那我来看 它的这个长度 大约1 但是因为有的人呢 可能它的这个长度是 它可能就就 就没有没有这个字段 那那我就我前面 我先check一下 就看它的类型 typeof 它的类型不能是andified的 不能没有没有被定义过 其实给大家可以演示一下 如果说我不写前面这个 字条件的话啊 那它就直接出错了 应该 那我只查这个loss大义 什么讲 它就出错了 因为就有可能 你这个loss是一个andified 就是前面这个 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andified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可以用这个wire 这个子句 来做一些 更加灵活的查询 大家注意 它不走投赢 那不推荐大家的产品 服务真的用这个东西 那如果遇到你真的想用这个 就是 这个loss啊 数组的长度来查 那你可以说在这个 在多maintain一个字段 在这个calsis的旁边 你可以叫一个 你可以叫calsis size 你是个inter型 比如说5寸在里面就好 你每次往里面加的时候 你就update一下这个数字 然后你把这个建个缩印 然后以后查的时候 你就来比较 这个size 好 这就是我们的wire的一个子句 当然它就是使用了我们这个服务器端的 zarsquib 这个wire子句 我多提一句 就是说 它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形式 是不是一个function 然后再画过画 这有点麻烦了 可以这样 我直接接一个字符串 这还错了 多打一大网 也可以的 其实就你给它一个 这个 就是一个sitring型的一个js的语句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被打出来 也没有问题 这你也可以写的比较复杂 但是它最后这个值啊 也一定是一个bole型 一个bole型 要么出mfalse 你这个 来得达到一个查询的效果 还是呢 也要推荐一下我们官网上的一个玩意儿 这个官网 其实它真的是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材料啊 我 对吧 我们也要尊重它这个给我们提供这个内容 它呢 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 现在这个使用V8的一个引擎 它的好处在于说 同时你可以执行多个script script 因为在2.4以前呢 同时你只能执行一个javascript 它每执行一个script 它都要一个锁啊 你这个执行 其他执行不了了 那我们这个除了用这个v8这个子距离啊 其实有四个地方 这四个地方 都可以来写这个javascript 刚才我们说说v8对不对 那再讲一下这个这个evo吧 那你其实就是说它其实是个命令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javascript呢 给放到里边执行 对我们研发人员来说都是蛮容易啊 因为它就是就是一个一个一个command的嘛 然后官员在写这儿 跟我们那个v8差不多后面接个function 就行了 你可以你看它这个例子就很复杂 对不对 它又到数据库里又找 然后又算最后hary time 对吧 你可以定义一些啊 你你想做的一些东西 有的人说这不就以前官员数据库的存储过程吗 千万别干这种事 你的这个业务 跟业务逻地相关的这些查询 读取的数据库操作 你都用你的高级语言啊 写在你的这个就是你的 就是app上面 你应用的代码里面 你不要把它弄到数据库里 一个说这个性能不一定就好 另外 你想你在如果说你 你把这个放到数据库里 以后你这个更新部署有多麻烦 而你如果说你就放在一个这个application里边 那现在这都自动化了 对吧 你从从git里面拿出来 然后自动部署 这现在非常方便 非常容易 你要是真的是 你想把这个的逻辑大量的 显得往我db里 那真是自找的麻烦 那这个最后再补充一点 因为咱们写了 可以写javascript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javascript 存储在这个server上 就是 就用这个名 db.system.js.siv 你就可以自己定一个ID 你是什么function 你就叫什么function 然后你定义一个 这个value就是真的这个function 然后怎么用呢 所以后边应该有 你就用刚才说的那个 一直行 就好了 你也可以传参数进去 多方便 对吧 还是说 这我们研发人员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试一试 或者做一些临时统计的分析 这个不涉及到你的application上的这个应用逻辑 都是一些这个代码 然后你就想做一些灵活的功能 这个还是真的挺方便的 就这个有的时候 我就这边写不少东西 挺很方便 也很实用 特别是我做这个就是压力测试做这个profiling的时候 我就用写比较复杂的这种function 我还生成几十万几百万条数据 这样我不就有假的数据了 然后在上面就可以测数据库的性能 这个都蛮蛮有用的 其实这个serial set这个script 还有些更复杂的一些应用 就是这个mapreduce 这在我们后面的这一种会把它设计到 这个名词很火 那可能从前都已经事先见过这个词 这我们后边都会讲到 然后你还有这个 大家可以自己 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这片这个网页 就是说 因为有些命令 mongodb的命令 它不是js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哪个数据库 或者列出所有的collection 还有列出所有的user 你不能直接写到你的那个 js的方式里怎么办 你就用对应的一些语句 比如说user 就是db.getusers 就变成一个js的一个东西 这样就可以在你的server set的script 来用 这也是一个 算一个小知识吧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玩一玩 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